嗨,大家好我是TK on 也可以叫我TK 最近No Man Sky更新的新的社群探險 是現實的活動,我怎麼能錯過呢? 很感謝有不少前輩分享探險玩的心得 我才能順利解完 這裡就將探險玩的心得分享給其他旅行者吧 首先在起飛前先說說什麼是社群探險 社群探險是一個現實的活動 需要重開一個存檔並選擇社群探險來遊玩 進入後會有不少階段新任務需要完成 每個階段都會有小獎的一殼供領去 幫助大家順利完成探險 當完成一個階段後就能獲得特殊獎勵 大多是一些外觀的設計圖和造型 任何存檔都可以在太空衣場內領去 說完了什麼是社群探險後 接下來就要分享這次的7號探險 狂瀾大悟 在遠征過程中的心得 每個階段的一些小任務都不一定要照順序解 這裡有幾個可以順路看到就解一下 像是通用語言、贖罪、倒下的巨人 通用語言可以在太空站和那些衛星人學習詞彙 贖罪在一開始的星球就可以利用生物顆粒來尋仆 倒下的巨人則是要找星球上的墜毀末船 免得到時要花一點時間去尋找 那差不多可以分享一下我在各疊代探險的心得了 方便各位旅行者如果迷路找不到方向時 可以從這裡找到答案 以及一些任務的完成方法 準備好起飛了嗎? 我請進步 抽奏器受損 需要修復 飛航推進噴射背包 不及吸毒 光 ener氣阻 和在光電視背景 運作中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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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代一 這裡要提醒各位旅行者 這次的探險是永久死亡模式 死掉後進度會重設的模式 次死掉後會重來的那種喔 所以要隨時注意腳下和周圍的環境 以及自己的防護值 一開始重生後 請不要做任何任務 先去毀滅自己一下 因為迭代一中有個迭代重複的任務 需要死過一次 不然到時得了一堆東西 又要重來會恨想哭 接下來在重新進入遊戲後 就可以好好開始這次探險了 從今遊戲後 就會完成迭代重� 其中獎勵有記憶碎片 剛好就可以用來解回憶往事 這裡獲得的記憶碎片 都建議直接拿來使用 可以對日後探險幫助不少 新的開始需要抵達你飛船的所在地 跟著指標就可以找到 到達後需要我飛船起飛就可以接下來的任務 開遊玩 而專家佛羅彈化完成 中間閒動 太空衣場這裡也可以自定義裝扮 帶著自己喜歡的樣子在宇宙中探險吧 界線測試有三種任務可以來做 一個是一體太陽需要安裝工具組的科技來將資源轉成一體太陽 一個是要到外太空找到廢棄破船 裡面有睡眠層可以取得 另一個是要用生物顆粒與生物交朋友來取得祖傳記憶 就看大家覺得哪種比較方便 我自己是選擇一體太陽 矛點1 點選後就可以知道接下來要取的地點 通常都會需要不少次空間跳躍才會抵達 到達碼點後可以著陸利用分析鏡尋找 也能稍微在空中看看是否有類似遺跡的地方 減少在陸地上找尋的風險 當然有不少旅行者前輩會留下他們探索的痕跡 方便讓你知道目的地在哪 進去 喚醒過去 從矛點1的獎勵可以獲得記憶共振器設計圖 然後依照上面所需的材料收集 儲存記憶從生物上獲得 金可以從影石中取得 有色金屬可以從金字記憶加工而成 當一切材料備妥並製造記憶共振器後 就可以到矛點1的位置使用 之後尋找記憶熱點來完成喚醒過去 無論如何行為長頭 攝影而遍 脫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2 疊代2 矛點2和矛點1的任務相似 根據指示和指標 空間跳到這目的地後 找到矛點2的位置 對群星的熱望 使用記憶共振器找到記憶熱點 1.2 - 要在招感人的星球建造基地 - 要在招感人的星球建造基地 - 要在星球建造基地 - 這時招感人2位置的所在星系正好是任務要求的條件 - 不要猶豫地定居在這吧 - 要說一下這個招感人所獲得的獎勵非常重要 其中的米洛陶洛斯在後續的探險可以有非常大的幫助 剩下的通用語言、贖罪、倒下的巨人 就需要花一點時間但不會太難 或者後續有看到再解也可以 - 疊代3 矛點3 一樣點選矛點3 空間跳躍至目的地後 找到遺跡的位置 - 然後使用記憶共振器找到記憶熱點 - 完成著魔 - 完禮 wait - 是啊 虛空的呼喚 矛點3的位置剛好有不少低雨彈可以領 但因為這個星期還是會有點危險 請小溪獲得 也有其他旅行者分享可以去找儀器的建築物 或者建個室內空間比較安全 蓋化回音 收集風暴巾的部分可以到疊代式進行 疊代式的矛點4位置就會有風暴巾的星球 這裡建議使用之前說的召喚艇 迷路陶洛斯 原因是矛點4的星球很多高低差 再加上氣候極端 所以使用機器人會比較安全 當蹦蹦來臨時就是收集蹦爆巾的時候了 自我改良 這任務只要製作出一個記憶碎片舊型 現主電路板可以在太空站購買 銀可以從太空中的隕石中採集到 其中薄材料取得需要攻擊巡警 如果收集足夠的薄後要逃離追捕 只要呼叫太空異常 進入後就可以解除 跟著指示製作後就可以順利完成該任務 疊代式 矛點4的星球 是一個擁有不少高低差 氣候極端的地方 一定要小心自己腳下 變得一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召喚艇 你如果陶洛斯會是你的好朋友 找到矛點4的位置後 使用記憶共振器 找到記憶熱點 完成偏執狂 這時如果你的機器人有搜尋雷達的話 就可以輕鬆找到記憶熱點 當然是得小心自己的腳下 不少次我都差點摔死 所以我已經回到imoire 可以 我喜歡 視線 找到premise 對 Ship 我們 先來 需要 好好 是不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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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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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線追趕 需要到黑市購買黑市商品 再賣給獸管制的太空站 要如何找到黑市 可以在太空一場升級太空船科技 取得經濟掃描器或創組掃描器 我是覺得經濟掃描器所需零件比較簡單 裝備好後就可以在銀河系地圖展開資訊 找到經濟系項裡有黑市的星系 接下來要如何安全地賣出黑市商品呢? 這時太空一場是你的好朋友 在黑市的星系叫出太空一場 再利用太空一場的傳送儀到上一個 把一個矛點的星系賣掉即可 放逐的玻璃和博之夢 可以先解完博之夢 再解放逐的玻璃會比較容易 首先矛點4的星球有不少巡警可以觸發 我是使用機器人來打至少比較安全 完成後可以飛到太空一場解除追捕 接下來再利用博之夢給的獎勵巡警邊界地圖 來找到可以關閉巡警部隊的位置 OK 迭代5 能走到這裡的旅行者 我想應該很熟悉任務了 矛點5和另一個機會只要到達矛點5的位置 並使用記憶共振器後 尋找記憶熱點就可以完成 中文字幕製作人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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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時光中的夥伴 這任務是要幫忙菠蘿角角迴旋研究的東西 也就是一開始說的液體太陽 祖傳記憶、睡眠層 角角次數達成後就可以完成任務 破碎過去 點選後跟著指示 需要在太空中啟動慢衝驅動器 這時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廢棄的貨船 去探索其中的秘密吧旅行者 記得要準備足夠的離子電池 當防護值過低時可以隨時補充 小心每一扇門打開後會遇到的事情 完成後就能獲得金戈長敵 與龐然大物越來越近 海妖 當材料配齊後 是時候使用金戈長敵互換了 而你旅行者即將見證這爬龍大物 了解這趟七號探險的秘密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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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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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